44.3频道的第三台节目将以台湾及时的新闻与戏剧节目为主 除韩剧播出时段与现有国语一台相同外 其他节目类别均与一台错开时间播出 提供给观众更多的选择 第三台的黄金时段从晚上6点到深夜12点 主打节目包括台湾年代新闻台的热点新闻评论类节目 新闻追追追以及新闻报道节目 异点是记者会 异点是新闻以敢说敢做的麻辣风格 受到广大台湾人的喜爱 收视率一度跃进新闻类节目的前五 为台湾最受年轻人喜欢的新闻台之一 而在周六周日两天下午 则会有天下周末剧场 将周一至周五播出的天下经典剧场集合在一起播出 每周末五个小时的联播 满足观众周一至周五无法观看戏剧的缺憾 第三台节目的最大亮点之一 是在台湾3月24日才重新起航的诸葛一级棒大型综艺节目 这一个在台湾创下极高的收视率的综艺节目 由著名艺人朱葛亮与苗可丽主持 时宇转播制作 是朱葛亮第一次以HDTV讯号播出的大型综艺节目 也是第一次朱葛亮与苗可丽搭档主持的节目 这一个节目在台湾以及其他国家的收视率都创造了一些佳绩 此外第三台还将推出一档一电视以女性为采访对象的电视类杂志节目 News Online超级女生 该节目与女性的闪耀点出发 所定在年轻的观众 内容包括探索女性的生活模式 并讲述女性成功的经历和故事 一直受到广大台湾年轻女性的青睐 走进天下卫视44.3频道 观众一定会从这一新的频道 获得新的资讯 新的喜悦 新的视觉体验 天下在我们洛杉矶世上已经很多年了 大家都非常就是说对天下很有认同 那我们是觉得就是天下能够再开多开播的话 对我们所有华人社区是带来很好的福利 我们已经有两个电视频道了 那么第三个频道将会带来给我们更多的娱乐资讯 各方面的信息 我们期待我们第三台的节目 令到大家的喜好 很高兴可以到来天下卫视 是在我们Rosemead的 所以很高兴他有第三个频道 天下卫视为我们写区的做了很多的news broadcast 所以给我们的Rosemead resident 要很多的news 很多志愿 所以我觉得也蛮好的 天下卫视是我们华人的一个主要的电视台 所以今天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 我相信我们华人来到这里 都一直要看中文的电视的话 在这个天下卫视 当然是我们一个最好的选择 天下卫视编辑报道